下来看到是流行天王Michael Jackson 26号惊传过世 不少歌迷非常难过 不过上午在台北超过700位粉丝 替Michael来举办追思会 市场情形连线给记者范馨宇 好的主播各观众流行天王Michael Jackson 过世第十天 今天上午在台北有超过300位的歌迷 四次动自发发起了这个追思会 来纪念Michael 我们来看看稍早现场的状况 好的你可以看到呢 有歌迷朋友是模仿Michael生前的舞步 来纪念这一位天王 而这场活动的主办人 也特别拿出了这个Michael生前呢 亲手交给他的纪念照片 来跟大家做分享 交给你的 对啊 可是因为他基本上 他不可能直接触碰我 抱歉 他就是交给他的助理 他助理在哪过来这样 然后我就看着他这样微笑 跟我拜拜走这样 哦我整个贪婪 就有点可以体会那时候张慧妹说 他一路哭着从台北 回去台东的感觉 我真的是一路哭回我家 好的你可以注意到 不管是 不管是跳舞还是拿出这个纪念照 歌迷朋友的脸上都是相当的快乐 他们说呢 他们不要用哭泣的方式 他们要用很欢乐的方式 来送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最后一程 而这场活动呢 会从上午十点一直到晚上的七点 在这个中山区的区公所大礼场来举办 如果呢有粉丝想要加入的话呢 主办单位也是说相当的欢迎 好的以上是追思会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换到内 好来看到这个是这个追思会的现场的 三百位歌迷一起来调念 Michael的最新现场 三百位歌迷都有 三百位歌迷